3 2 1 起 起 動 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張仁吉與多位嘉賓 一同用木槌敲擊木筍 宣告即將於華盛頓特區時間10月5號 在雙向園舉辦台灣工藝形象展 展覽以Green Talk為主題 展出28件台灣跨世代工藝家作品 以工藝創造對話 展現台灣工藝友善自然 社會與職人的工藝精神 我們企圖以Green Talk的主題來做訴求 我們以工藝為介指來做探討 我們想工藝不只是一個物件 所以我們企圖以Green的價值或精神 來做我們所要傳達的價值精神 因此我們所謂的Green講的是一種 以綠色的這樣一個正向的性格主張來做描述 那所謂的綠色講調的是一種台灣工藝 著重這種自然循環平衡寬容生命力的這樣的一個工藝精神 所以因此我們以綠色的這樣的Green來做我們的 content 的基底構想 我們名為Talk講的是雙線圓這樣的一個國際對話的一個空間 事實上它就是一種文化的對接關係 是一種文化的對流關係 不只是視覺的一種這種表面的或者是視覺上的這種的一個對話關係 因此我們就以Green Talk來做為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行程的一個策展的觀點 那我們的曲見我們有來自台灣各個世代的曲見 我們有來自陳錦玲的作品 我們有來自於業界劇的作品 我們還有來自陳敬祖的新世代的作品 我們有來自傳統的工藝的作品 我們有來自3D列印的作品 所以因此作品的取向有多元的技巧 有多元的素材 有多元的想法 還有多元的五套符號 那我們副標取為台灣快收位 因為我們著重的是尊重自然 尊重精神 尊重生活化 公益展以人與自然 人與物件 以及人與社會三個面向 展現出以公益為介質的友善關係 開展當天盛逢雙向園國慶晚會 除了向貴賓展示台灣公益文化之美 也藉此傳遞台灣公益的精神與內涵 我自己在華府總共前前後後在駐美代表處工作了12年 那曾經有一年的時間 我也在負責管理這個雙向燈 那所以其實我知道那個地方對於台灣的整個歷史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那以往對於我們外交工作人員是強調它的歷史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展覽可以把我們的台灣公益品帶到那邊去 剛好又是到時候會是我們的國慶酒會 可以讓外國人是看到台灣公益家的最棒的一個元素 而且不只是看到公益產品本身 而且有一個前瞻性的 台灣可以把這個世界的這種藝術品帶到那邊的方向去 所以非常感謝所有在場的公益家 還有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促成這一次的展覽 我相信這一次的展覽會是未來諸多展覽的第一部 這麼好的展覽 我相信我們的這個國教部也會希望說 能夠把它帶到不只是只有美國 我們希望能夠帶到更多的地方去 我這一次展出的作品是用金宮紅銅去鍛造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作品名稱叫做《索納自在》 那其實就是像是我們台灣在不管是創意 文化 生活 其實族群都是一個多元 廣闊的一個包容 那作品的理念跟靈感來自於大自然 對生活的體察體悟 那這個是在轉化之後 我再去對自己去從形而上到形而下 去跟生活跟人文對話完之後 創造出來一個造型 那這個造型也希望透過這個造型 財質以及形象的這個呈現 讓更多的人民們 民眾們 以及國內外的好朋友 能夠看到我們台灣的這個文化的多元 還有創意跟生活的這個 無限的這個未來的可能性跟包容性 人跟自然 人跟精神 人跟物件之間的三種關係 形成一種叫做Rain Talk 也意味著說台灣的Crypt是如何的所謂 也就是說什麼叫做台灣公益 那台灣公益是如何的美好 它的美好就在於我們尊重自然 尊重循環 尊重平衡 尊重生命力 也就是我們這一次我們設定的主題叫做 臺灣Talk Green Talk 臺灣Crypt Software的一個命名取向 我想這樣的主題訴求 不只是物件 也不只是空間美化 也不只是視覺傳達 傳達是臺灣的公益的文化的價值精神 文化的符號 以及我們的公益性 面對一後世界逐漸歸位之際 公益中心也期盼透過國際性的展覽活動 讓更多國外朋友一睹台灣公益之美 了解公益品中蘊藏的臺灣精神與實用美學 記者領席會 臺北報導